接下来我们说说认购期权的时间值问题 首先,假如你现在有一个认购期权 可以用60元买汇丰 这个认购期权就下年1月到期 现在汇丰的股价就是70元 到底这个期权是不是毫无价值呢? 答案是不是的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如果今天行使这个期权 其实已经有10元的价值了 如果今天不行使的话 未来汇丰的股价可能是向上发展 可能是80元、90元、100元 这个时候期权的价值将会更高 在这个例子里面 汇丰的现货价是70元 汇丰的认购期权的行使价是60元 现货价就高于行使价 所以内在值是70元-60元 即是10元 如果这个认购期权在市面上的买卖价是15元 即是期权金是15元 这个期权的时间值 就是将期权金减回内在值 即是15元减回10元 所以这个认购期权的时间值就是5元 OK 第二个认购期权时间值的例子 假如你有一个认购期权 可以70元买汇丰 70元买汇丰 而这个认购期权是明年一月到期的 明年一月到期的 现在的现购价是60元 那么这个期权是否毫无价值呢 答案也是不是的 因为由今天开始到明年一月 汇丰是有可能高于行使价 即是70元 虽然现在是60元 但是可以变成70元 80元 90元 100元 在那个时候 期权就可以行使 变得有价值 OK 在刚才这个例子里 一面 汇丰的现货价是60元 汇丰的认购期权的行使价是70元 行使价就高于现货价 所以内在值是60元 减70元 即是负10元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内在值是负数的时候 我们当多少 当0了 如果这个认购期权 在市面上 买卖价是15元 即是期权金是15元 那这个期权的时间值又是多少呢? 那我们要知道时间值 首先我们将期权金减回内在值 内在值 刚才我们知道是0 而期权金是15元 所以在这个期权里面 时间值就是15元 OK? 接下来和大家做个认购期权的小测验 假设你有一个认购期权 可以用60元去买匯丰 这个认购期权是明年一月到期 现在匯丰的股价是70元 如果这个认购期权的时间值是8元 这个认购期权的期权金 也就是买卖价 到底是多少呢? 在这个例子里 匯丰的现购价是70元 匯丰的认购期权的行使价是60元 行使价是高过现购价 还是低过现购价? 行使价是低过现购价 所以有没有内在值? 有内在值 内在值是多少? 就是70元减60元 即是10元 有内在值 有没有时间值? 有时间值 8元 那我们计不计得期权金? 当然计得到 如何计算? 如果这个认购期权的时间值是8元 而内在值是10元 那我们将时间值加回内在值 即是8元加10元 我们就知道 期权金其实就等于10元 即是说期权的买卖价是多少? 18元 OK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下 应沽期权的时间值的问题 假设你一个应沽期权 可以用70元去卖汇丰出街 这个应沽期权是下年1月到期 现在汇丰的股价是60元 那这个期权是否毫无价值呢? 答案是不是的 因为今天行使已经有10元的价值了 而如果今天不行使的话 未来汇丰的股价可能会向下发展 到时候期权的价值 可能是高了还是低了? 越来越高了 是吧? 在这个例子里面 汇丰的现货价是70元 凝沽期权的行使价是70元 行使价比现货价高 行使价比现货价高 所以内在值是多少? 70元减60元 即是10元 OK 如果这个应沽期权在市面上的买卖价 是15元 即期权金是15元 那这个期权的时间值是多少呢? 我们刚才知道内在值 内在值是10元 期权金是15元 所以时间值是多少? 15元减10元即是5元 OK?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应沽期权时间值的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个应沽期权可以用60元 买汇丰出街 这个应沽期权是下年1月到期 现在汇丰的股价是70元 那这个期权是不是毫无价值呢? 是不是没有价值呢? 答案是不是的 因为由今天开始到下年1月 汇丰是有可能低过行使价的 那时候期权就可能变得更加有价值 就可以行使得到 OK? 在这个例子里面 汇丰的现货价是70元 应沽期权的行使价是60元 现货价是高过行使价 所以内在值是60-70 即是-10 大家记不记得 当内在值是负数的时候 我们当它是0 OK? 如果这个应沽期权 在市面上的买卖价是15元 即期权金是15元 那这个期权的时间值是多少? 大家都懂得回答 就是将期权金减回内在值 即是15元减回0元 即是15元 即是期权的时间值是15元 OK? 接下来就和大家做个应沽期权的小测验 应沽期权的小测验 假设你一个应沽期权可以70元 卖汇丰出街的 这个应沽期权就下年1月到期 现在汇丰的股价是60元 那如果这个应沽期权的时间值是8元 这个应沽期权的期权金又是多少呢? 大家应该会计算 汇丰的现货价是60元 汇丰的应沽期权的行使价是70元 即是有没有内在值? 当然有 为什么? 行使价比现货价高 这是应沽期权 所以内在值就是70元减10元 那我们有内在值又有时间值 我们知不知道期权是多少? 当然知道 如果这个应沽期权的时间值是8元 而内在值是10元 这个应沽期权的期权金自然就是时间值 加回内在值 即是8元加10元 所以这个期权的期权金就是18元 换言之期权的买卖价都是18元 OK